第一個可能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就是說你在這個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記得這個範圍上面那個兩列請你把它刪掉 如果你沒有刪掉的話 記得要改這個就是它的位置 因為它有時候會偵測失敗 然後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它會放這裡 當然你可以把年次拖拉到列 其實你拖拉到這邊其實也可以 拖拉到這邊跟拖拉到這邊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個人習慣 因為如果你這個地方拖拉到這邊來的話 其實會很長 當然你拖拉到這邊相對距離短 而且比較不容易出錯 不過它會把群組取消 我把群組取消掉了 OK 把它恢復 所以第一個呢 年次意思說我今天要分析的資料是哪一欄 所以特別注意 將來你要做那個樞紐分析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一欄 像剛剛為什麼要產生年次 因為如果你沒有年次這一欄 你只有生日這一欄的話 你把生日這一欄拉下來 它是它沒有辦法幫你 刪除就把它再拖拉上去 也就如果你把生日拉下來的話 它變成說 哇它這個range太大了 要分析其實沒辦法 而且不過它現在新版比較聰明 它會按照年、季、生日 幫你把它分開來 那如果說我覺得比較方便的話 也許你就自己產生年次 然後拖拉到這裡面來 但是拖拉到這邊來 實際上它是分析 按照那個年次幫你列出來 那並沒有幫你群組 所以等一下可以做群組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把這個資料 這個年次拖拉到 因為我要統計 那統計的時候特別注意 因為你現在年次裡面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統計的資料 裡面假如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就固定會幫你把它加總 所以你拖拉到這邊 它幫你加總 那你會發現加總 裡面是50 它加總之後也是50 可是我其實不是要做加總的動作 我其實是要算那個年次有幾個人 所以如果有幾個人的話 那你就變成不是要加總 那怎麼知道是加總 你會發現你拖拉到這個詞的地方 它就會出現加總兩個字 那其實要改很簡單 旁邊有個箭頭 你直接把原來的加總改成筆數就可以了 這個其實還蠻常遇到的 那點擊右方的箭頭之後 會有一個直的欄位設定 OK 所以這個地方都是細節 如果細節你OK的話 那我想以後你使用速度分析法 應該會還蠻順手的 其實速度分析法非常的好用 因為它不需要寫任何的程式 也就可以馬上幫你把報表 然後圖表可以快速產生 然後直的欄位設定 那請各位注意 你可以把原來的加總改成技術 當然底下你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你以後如果是要其他的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 平均最大最小成績 甚至算標準差變異數等等的 那底下其實都有啦 一般用比較多是加總跟技術 按確定 好 那就幫你算了 哪個年次幾個人 哪個年次幾個人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個別 哪個年次幾個人 你就很快算 但問題是我今天要群組的話 記得按右鍵 直接在這個年次的下方 任何一個儲存格的上方按右鍵 把它組成群組 那我們的區間是50 開頭50到59 然後60到69 70到79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50到79 然後間距的話呢就是10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那個50年次 60到70年次 OK 那就群組起來了 那以後的話 當然同樣的方法 以後如果你要群組哪一個 你就自己再算一下 頭跟尾 然後間距是多少 它就會幫你把 那個range裡面的 這個資料做群組 並且幫你把裡面的資料做加總 次數就算出來了 那當然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再把這一個 這個結果 把它做成圖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右上角就有個樞紐分析圖 那當然我們剛剛是用直條圖啦 可是如果你資料圖主要是針對那個數量的部分 讓你很方便 一看就知道哪個柱狀圖 誰多誰少 一目瞭然 可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整體的比例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圓形圖 圓形圖的話 主要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它主要的特性就是說 可以看出誰的佔比最多 百分比馬上就一目瞭然 當然上面呢 不過它圓形圖 我覺得設計比較不好的地方 上面它沒有標籤 所以如果你要標籤的話 你可以新增這個資料標籤 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你可以在上面增加 但它預設標籤不對 它預設是這個的數量 如果你是希望顯示什麼年次的話 那你可以再點一下按右鍵 然後呢 可以再把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資料標籤的格式 它的格式 稍微再變更一下 按右鍵 一般習慣按右鍵比較好找 它預設是值的 如果你今天是希望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是 類別名稱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這個值打勾取消 然後改成什麼 它的類別名稱 那百分比要不要 要的話你再把它打勾一下 有沒有 就可以算出百分比 那個七年級生佔比57% 然後呢 六年級生佔比41% 那五年級生只佔比2% 相對是比較少的 OK 那其他當然這個地方可以再做設置 那標籤的位置一般 它這邊預設是自動調整 不過一般習慣是終點外側 就是把它放外面 內側的話長這樣 就是放裡面 可是放裡面有個缺點 就是容易跟這個 這個底色 如果假設是深色的話 那會變成看不清楚 所以一般習慣是 把它放在終點的外側 那這樣顯示出來就蠻清楚 上面的標題其實你也可以變更 比如說上面可以把它改成 5-6年級生的相關的統計分析圖 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很快可以知道說 到底你一個產品裡面的佔比 各是多少 多和少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這一題大概大概原則上就這樣 那主要我們重點就學會 幾個比較重要一定要知道的函數 就像Tester 另外的話呢 年次部分的話就是在Tester 外面再包一個Value 那主要就是Tester可以幫我們轉換成 那個我們需要的文字 然後再用Value 當然你這一題的話 其實如果你不用Tester的話 其實還可以用這個日期函數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逸爾 逸爾函數也可以 只是說逸爾函數變成說 它裡面的是西元年 你變成還要再減1911 其實做出來的結果也可以 我講一直強調 函數絕對 不是說只是唯一的標準答案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那再去取得說哪一個方法 其實是對你來說是最簡便的 那這一題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請各位再開啟這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 這個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那這個副檔名 它是點CSV的 當然你們可以從檢視裡面 把那個副檔名 那這個CSV檔 是從那個台北市政府官網上面抓下來的 那這個檔其實還蠻大的 它有1.4Mbps左右 所以打開之後 檔案其實是蠻龐大的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打開之後的話 它裡面基本上就記錄 2019年 假如2019年的那個 各種類應該都蔬菜吧 然後哪個市場 賣什麼樣的品名 然後單價一個是多少 OK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Ctrl向下 這個總比數的話 大概是24,000多比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設我希望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可以快速的做分析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那在講義裡面的話 我們原則上是在第18E的地方 那如果說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幫我找出 那個2019年的1月1號 就這一天好了 那哪個市場 的輕鬆價格 最便宜 那幫我排序一下 那排序的話 大家理論上就是由便宜的到貴 然後另外呢 做出這個報表 那篩選一下 那我們顯示出來 另外最後是希望說 從便宜到貴的一個直條圖 幫我列出來 然後底下的話呢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原則上我這邊有顯示 那個順流分析表的架構 另外的話呢 再把這個平均值給算出來 就是平均價格哪一個地方是最便宜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一樣我把那個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